这是日本投降两周年的1947年 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同时也是蒋介石同学和幕僚的张群 自南京飞台巡视的影像 10日24日中午12点25分 张群乘专机追运号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现场迎接的有省议长黄桃琴 省主席贵道明 警备司令彭孟基 空军司令郝中和以及台北市长游弥坚等 张群接受代表市民的学生献花 此次是张群自日本投降后 首次来台 张群表示在光复前 日本侵战时期曾来过一次令出了10天 据此行已有29年 张群在省主席贵道明的陪同下 与机场欢迎的省员各机关首长握手寒暄 此外台北第一女众的学生 也在机场列队欢迎 张群此行于当日上午9点15分 自南京起飞 随行抵台的有行政院参事 原张群秘书周军亮和张群的女婿刘玉堂 参事傅伯平以及新闻局副局长邓友德和四川建设厅厅厅和北恒等八人 现在张群乘坐基辅车自松山机场出发前往台北宾馆 省主席魏道明和警卫司令彭孟基红车随行 前往宾馆途中组织有大量欢迎民众 张群站立车中归帽搭理 张群此次巡视的主要计划之一 是参加第二天的庆祝台光复两周年大会 现在是10月25日 张群抵台4日 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庆祝光复两周年和欢迎张群大会 现在由省参议会议长黄超勤引领张群进入主席台 并向参加大会的省员各界民众做介绍 张群向台下欢迎的民众挥手之意 会场开始放飞和平歌 就在两年前的同一天 国民政府委派陈怡作为受想代表立台 就在此会场的中山堂内 接受日军第十方面军的司令官安腾立即投降 自此被日本殖民统治51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以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回祖国版 现在张群发表讲话 集体到了全国同胞抗战 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省光复重回祖国怀抱 及努力发展当地经济等等 张群此行在台共停留4日 28日一早由屏东飞回南京 此间在26日到了基隆 27日到了台南 其中还拜议了多地的孔庙和正成公司 张群演讲结束后 省员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 当天下午张群召开省议员及代表座谈会 期间有刘明朝等三名议员建议国民政府 速向日本追偿本省国债款台币11亿元 及股票款20亿元 及赔偿补金船和工厂等等 张群表示云语考虑 另外张群还对外表示此次巡台后 将开始安排对广州等华南地区的巡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